不建议 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港府要求雇主要负责姐姐的隔离费用 包括当地的swap test和来到香港酒店14天的隔离 预计这里成本有1万元 第二点就是菲律宾疫情持续 姐姐回去菲律宾其实有机会受到感染 最后就是担心菲律宾的政策突然之间改变 姐姐是有机会滞留在菲律宾回不了香港 请不吝点赞订阅